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然後你的背包就會變成一個比較扁的狀態 就是因為它比較偏向於時尚包啦 就是他們公司走了比較像是時尚包 所以你可能只是放個平板 或者是放個文件之類很薄的東西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帶著它漂亮的走出門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讓你的背包變得比較扁 然後你東西就可以放 時尚包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扣環設計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讓我們的背包比較扁扁的這樣子 就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來 然後我們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我們如何可以把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你的背包就會變得比較扁扁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這個背包主要的設計 就是他們這整個公司設計的背包 都有點像是一個時尚配件嗎 就是 時尚啦 就是你可能每天帶出門 但是你雖然沒有要背什麼東西 但是你就會背著這個背包出門的袋子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沒有要裝很多東西的話 你其實可以把它扣起來 讓這個背包看起來扁扁的 就 看起來比較 看起來 看起來 OK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那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一個 兩個 扣環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那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讓你的東西不會讓它飛出來 或者是 就是讓你的東西不會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們的內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那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它是用扣的把它扣上 你就讓裡面的東西比較不容易飛出來 因為它是沒有拉鍊的狀態 所以你可能跳一跳之類的 它的東西會比較容易飛出來 那這兩個扣起來 就會讓你的東西更安全的在背包裡面 而不會讓它飛出來 好 supuesto 好 小心 好 小心 小心 好 小心 好 小心 好 小心 OK 小心 OK 小心 好 小心 OK OK 小心 好 小心 crack 滴 好 選擇 OK 那裡面的隔層 裡面的隔層就非常非常的簡單 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一個 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我們的 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放我們的平板電腦的 這背包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可以放我們的平板電腦這一層 那大概它寫的是可以放13吋的東西 但是沒有13吋的電腦吧 有13吋的筆電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筆電 那這背包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裡面只有三層 那第一層呢 這個就是可以放我們的平板電腦 有一個厚厚的海綿保護的 你可以放平板電腦 或者是超級迷你的筆電 那這個背包裡面有三層 那這個背包裡面非常 這背包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三層 那第一層呢 就是可以放我們平板電腦 或者是超級迷你筆電的 13吋以內的筆電 都可以放在這個隔層 就是有一個厚厚海綿隔層 就是可以來保護你的各種 比較大面積的裝置 那中間這裡有一個 那中間這裡有一個主要的隔層 那裡面的 那裡面的 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放我們平板電腦 或者是超級迷你的小筆電的地方 就它有一個比較厚的海綿 來保護你的比較大面積的裝置 第二個 第二個隔層呢 就是這個主要的 最大的這個空間 那你裡面就看你想要放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放進去啦 就 你想要放什麼 就放什麼 第三個隔層呢 第三個隔層呢 就是這裡有一個小小束口 小小的彈力帶小小空間 就是可以放比較細長棒狀的東西 那我這裡放了一根三角架在這裡面 那你其實可以放雨傘啊 或是神奇的自拍棒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小小的隔層裡面 那最後一個隔層這個是 那最後這一個隔層是有拉鍊的 就是可以放比較重要的東西嗎 就是你的鑰匙啊 錢包啊 就是有第二層的保護 因為它多了一個拉鍊 但是給我所說的 這個什麽是有ㄥ是有的 但是給我這樣的話 就是這一個螺點 呢 那這些層的時候 每個那些部門都可以放太多了 那兩塊層 太多了 那你現在承認了 就像是用來要說這些 是一頃層的 這個隔層 就是我們來看 再幾個一塊層 有的 這是不夠的 所以一塊層 哇塞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竟然一個背包竟然可以 好啦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我怎麼可以把一個背包拍成一個開箱影片 反正就這樣啦 那我們就來試著看看到底裡面可以裝什麼東西呢 我也希望我可以把這個背包當成我的日常包包 來實際使用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我 我沒有拍的 我不 reflect在眼中 我先封鎖一下 我先看到你看 有